据台媒报道 9月19日为中秋假期第一天 解放军于当天上午派遣三架此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 分别为一架此运八反潜机 两架此坚16战机 安台防务部门发布的解放军军机航计顺序显示 运八反潜机先行深入台湾西南空域 两架此坚16战机航计 在运八反航或进入的途中与之交错 明显进行掩护 台空军照例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广播驱离 防空导弹追尖云云 要知道自进入9月以来 解放军军机频繁现身台湾周边空域 据台防务部门公开的信息 其中9月3日至17日 解放军军机已连续15天进入台西南空域 5日更是出动15架此军机 包括一架此运八反潜机 四架此轰6K轰炸机 十架此歼16战斗机和四架此苏30战斗机 另外9月13日至17日 在台军汉光37号士兵实弹演习期间 解放军军机更是每天都来 其中15日台军模拟军用机场跑道被炸毁后 台军战机降落在加东战备到 实施游弹整部再战的应变能量 为本次演习的最大亮点 当天解放军出动9架此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 包括一架此运八计真机 6架此歼16战机 一架此空警500预警机 一架此运八反潜机 17日汉光演习最后一天 台军模拟解放军对台湾本岛发动四波导弹攻击 以及趁夜间出动散兵部队空降突袭金门 马祖东引东沙等外离岛等假想状况 解放军出动十架此军机 包括一架此运八反潜机 一架此运八计真机 两架此歼11战机 六架此歼16战机 分批次进入台西南空域 针对近期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例行演训活动 在9月15日的国台版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朱凤莲强调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近期解放军采取的所有行动 都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和台独分裂活动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